注意看迷你世界中的皮肤都在自己的皮肤框中 并且每一个皮肤都很守规矩 不会出这个皮肤框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迷你世界中的咕咚 它可以逃出这个皮肤框 并且消失了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 也见过咕咚这个皮肤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咕咚这个皮肤存在感非常的低 并且它非常喜欢吃辣椒 而且它喜欢吃的辣子和莲菜 在迷你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我和学姐搜索了辣椒 发现官方大的提示 没有找到这个蔬菜 并且我和学姐又搜索了莲菜 我们发现莲菜在迷你世界中 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咕咚 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皮肤 哎呦我去 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 喜欢咕咚的小伙伴 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 那么咕咚 它能不能逃出皮肤框 对它的束缚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咕咚它逃跑了 小伙伴们你们看 消失的无影无踪 并且在它的右侧 天目形龙卡伯是存在的 并且天目形龙卡伯和陶梦蝶 是动的 说明它是真的 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咕咚 它很透出 它可以逃出皮肤框 你们知道了吗